你可以发现 假如说你要去抓其他的像什么金财539 威力财 大福财一堆的 你说威力财好了 其实你根本 你也不用重新再写程式的 其实你就点一下1 然后自动会有一个连结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连结你就不用重新录了所以 假如说你要再把那个大乐透 下载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威力财下载的话 其实你直接把刚刚这一段 复制一下 然后假设贴到上面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改成什么 叫威力财 所以 有些东西其实就写一遍就好了 其他的话就直接 威力财下载然后你只要改哪个地方 把刚刚的这一段 HTML这一段 刚刚那一段 把它贴上就好了 应该是这边 把它复制 找到威力财 那也就广告 这个威力财 然后 威力财这个部分 它也会有一个page 有没有 一样index page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它贴到 这一段 有没有 HT URL的这个地方 HT 这个 到哪里呢 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把这一段贴上 然后呢 一样把这个E 改成I 所以再把它 改上去之后 这边一样 再加一个I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 确定一下回圈范围 那我们回圈基本上的这边页面只有几个page 35个 稍微比较少 所以你这个 回圈数的话 你就把它改1到35 其他基本上应该都一样 那向下追踪这个都一样 所以其实不用改 那删除列 应该也会有重复的 资料剖析 看一下它的结构 好像似乎也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做完威力财部分 有没有 那其实只要更改一下那个 我们的网址 那再来的话开一个新的网页 也许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威力财全部下载下来 那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按 F F8 租行 去跑一下 先把它抓 第5个 一样是第5个 然后下一个 有没有 再来 一样 换下一个 然后 他一样的话呢会 抓第2个 所以我们确认一下 应该理论上 他第2个也是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后续的东西 直接执行 威力财呢 其实 也在瞬间呢 全部都帮我抓下来 并且呢 自动帮我分 分好了 然后 Ctrl向下 也全部通通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分析威力财 其实好像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理论上 同一个网站里面的东西 的规则很多都一样 那你就不需要什么 重新再去录制 你需要的聚集了 所以以后 这个wits到wits这边 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去抓 网页上面的资料 你只要去 换一个什么的网址 还有换一个规则 另外可能会需要换的就是说 他应该下载到哪一 列 哪一个储存格 你如果有很多个的话 还有那个web table 这个可能web table要算一下 第几个 那怎么样算 我刚刚是直接 在那个网页里面 如果你要用手动来算的话 我刚有提过 你可以按F12 他的那个另外一道机关就出来了 F12 这个是进阶版 你可以Ctrl加F CtrlF是寻找 你可以寻找什么 table T-A-B-L-E 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这个网页有几个table 那你就是向下 向下找 他会告诉你现在第1个第2个第3个 现在第4个 第5个找到了 所以 这边会告诉你数字是5 有没有 找到5的时候 他会帮你先 框起来那个范围 就是我们要的 那你就把web table改成5 资料就下载下 应该可以理解 那今天主要就是说把那个 乐透彩部分 延伸到那个抓网络资料 这部分 抓网络资料其实 并不想象中那么困难 可是还是需要一些实作的 实作的经验 所以回去的话可能 自行再稍微练习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 是最后一次上课了 所以回去的话呢 我们再来就是要检视与参照这个练习题 回去也许 我们这边有几个练习题 回去有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先做预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常用的当然 像view函数 不过除了view函数还有蛮多 像index 像indirect 这类似相关的函数 那要怎么去使用它 得到我们要的查询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下个礼拜 再来看 回去还是建议 像这种课程一定要动手做 那今天已经第七周了 最后一周了 所以 前面的东西在论坛都有 影片也都在那边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听得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建议 回去把那个前面的再拿出来 复习一下 那最重要还是动手做 有时候你 影片看十次不如做一次 动手做一遍就知道了 OK